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越来越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无论情绪、行为、治理社交能力都差了 我以为她年纪大了 没理到她 谁知道医生说她有认知障碍值 我的生活也变得翻天覆地了 妈妈 凉了 再翻三成好出去 妈妈的脾气原本不是这样的 她越来越没有记性 有时连我是谁叫什么名字 她都不记得了 阿芝 你是不是拿了我五百元 我不见了五百元了 你快给回我 你想怎样 她本身可以自己做到的事 越来越做不到 她不懂婚日夜 有时还会有幻觉 妈妈 你这么晚去哪儿 现在三点多 凌晨 猴长打电话来 说我出很大雨 我现在去接女儿放航了 不如给我们一个机会试试 自有医社同龄计划 是由医务卫生局 联同医院管理局和社会福利署推出的计划 以医社合作模式 透过遵助长者地区中心 以及医管局联网的参与 为年满60岁或以上 确诊患有轻度或中度认知障碍症 或怀疑出现早期认知障碍症征状的长者 以及其照顾者安排活动和服务 长者地区中心专业团队 地收到转介之后 会联同医院管理局的医护团队 因应有关老友记及其照顾者 在不同范畴的需要 共同定定个人化的护理方案 同时都会为照顾者提供 压力管理训练、辅导服务 接受护理知识 以及组织照顾者支援小组 计划也会为有需要的老友记 提供接送服务及交换津证 护士藉着评估 了解老友记的需要 为他们定立个人化的护理计划 他们可以学会如何预防及控制疾病 防止病发症的发生 让老友记身体健康 同时也令到照顾者 可以减低照顾的压力 这样就可以做到居家安老 身心健康 老友记参与计划之后 会先由职业治疗师进行家居评估 在家居安全、环境、治理上提供建议 同时值家访了解老友记背景 因应他们的喜好、需要及能力 在小组内安排适合的认知刺激活动及运动 我们亦会提供一连串照顾者训练 由病理知识开始 巩固照顾者对认知障碍症的基本认识 再逐步深入讨论生活照顾的技巧 虽然认知障碍症是不会说医得好 但是妈妈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 她的情况稳定了、开心了 和我的关系也好了 这个计划也帮我认识更多关于认知障碍症 我才知道原来她不会是特意发我脾气 因为疫情没得回中心 姑娘、阿sir都用不同的方法关心我们 帮妈妈继续训练 又被支援我们撑下去 其实辛苦就预料了 不过最辛苦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辛苦 现在有人知道和我一起行 支持我,这路真是容易走很多了 当完成自有医社同行计划之后 我们仍然会就着你的情况 安排其他服务,继续提供支援 长者想参加自有医社同行计划 并于医院管理局、老人科 或者老人精神科、复诊 并确诊为轻度或者中度认知障碍症 可以向主诊医生查询 如果怀疑出现早期认知障碍症 症状的相关长者地区中心会员 可以向所属地区的长者地区中心查询 我们下期再见